Hello大家好,欢迎关注爱车诺诺,我是戴脸猫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成都站的逃车案例 如果你最近也有中意的车型在纠结是等自行车还是走逃车 那还是说自己去市场里碰碰运气 那么这期视频会对你有一些帮助 这次委托我们逃车的客户C先生来自山东灵仪 是从诺诺爱卡时期就一直关注着我们发展的资深诺粉 他这次的目标是20款的路虎缆运HST 或者是选了ACC的HSE 白色的外观预算60到70 最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原版元期 因为他个人的用车也非常爱惜 自己的领配X3也是元期带有车衣 那这次小马换大虎更是要严格要求 老粉可能都知道像这样很有意思 但总价比较高的车员其实很少出现在我们的自行车中 一方面是会有比较大的资金压力 另一方面百万豪车的整倍和售货的成本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所以对于收这样的车型往往都非常谨慎 我们的逃车顾问曾伟首先帮客户在西安找到一台选装ACC的HSE 那么同时又在成都找到一台原版元期的HST 虽然成都的这台车会贵个几万块钱 但综合其配置来看反而更有性价比 那作为2020款的3.0T缆运的顶配 HST相比于HSE这台直列六缸发动机在360匹495牛米的基础上 动力提高到了400马力550牛米 让这个接近2.5吨的大家伙官方零百加速仅仅只需要5.9秒 其他配置方面多了原厂的ACC 然后倒车车侧的预警 车道保持 反反加热 激光光源的远光灯等等 除此之外 成都这台HST的前车主还选配了价值接近7万块的豪华信息娱乐套件 包括了23阳气的英国质保音响 货牌娱乐系统 还有家用的这个电源接口 不过因为这台车在车商手中也有点时日了 当我们联系到车商的时候 他刚刚在另外的车商那边做了车辆的检测 准备批发给他们 我们的出价虽然更高 但是为表诚意 淘车顾问也是自行垫付了5000块钱定金 那么当天我们就得到了看车的权利 出键下来的确和描述一致都是原版的状态 内外式的橙色也很不错 新面也都贴了车衣 唯一的疑点就是 基盖的竖直比其他金属面都厚了不少 整个面的竖直都非常均匀的高 那在和C先生沟通之后 我们支付了一定的费用去撕掉车衣进行检测 销售小哥也很大方 就仅找了矩程机让我们检查底盘 他来买单 我们来付钱 至于车况结果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 基盖也的确是元气的状态 那机械状态和记录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最终我们帮客户谈到65万的成交价 对于这个车况来说的话还是很合适的 逃车进电之后还是会和自行车一样 会进行更详细的上架检测 包括油水的数值 功能是否正常使用等等 都会一一的检查 那么后续会给到客户一些整备的建议 这台缆运HST的整备项目不多 除了重新给基盖贴上车衣之外 解决主架座椅滑轨的异想 和修复主机carplay无法使用也都在计划之内 总的来说还是非常顺利的帮C先生逃到了中意的车型 这台高功率的3.0T缆胜运动 也的确是一台颜值和机械素质爆棚的兼货 不管是站在路边静静的去观赏 还是说你坐在驾驶舱内 或者坐在后排去体验它的豪华品质 这都是一个非常让人满意的豪华车 而且它能将这份豪华 能将这个高品质带到更远的地方 那这也是路虎的这些车型 之所以受人着迷的一个很大的关键点 很巧的是 我最近也委托了公司帮忙逃车 很难得从客户的视角来经历整个过程 从我来看 不管是鉴定的细致程度 手续沟通 讨价还价和后面的整备 从头到尾出了几个身份证 和逃车顾问做一些关键性的决策之外 不需要操心更多的事 足不出户就对车况一清二楚 从购车体验来说 没有比买自行车麻烦很多 而且很好的一点 就是和逃车顾问一同组队打猎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那作为我们爱车诺诺最早 也是最为核心的一项业务 大家可以通过一次逃车 就能理解我们诺诺的一些非常精髓的一些地方 也能理解我们严谨实事求是的这种工程师精神 好了 关于这次揽云的逃车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已经有了意向的车型 不妨试试我们的逃车 说不定更有趣